明報翻查地政總署拍攝的高空照片 發現梁振英買入大宅前一個月 即是1999年11月 以及收樓後三個月 2000年9月中 5號屋前都沒有僭建 但另一張圖片顯示 梁振英在01年9月 即是收樓15個月後 同一個位置出現僭建 同後任特首辦所說的僭建 是上一手樓低明顯有出入 但如果你一個大碗蓋一個大碗 擠牙膏式 這個是最差勁的做法 現在你看到不停的證據出來 其實是時候梁振英 是應該來立法會解釋 來到這個階段 我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疏忽 至於是否涉及誠信 在這個階段我未落這個判斷後 我覺得報紙和報道我知識了 我會很留意這件事的發展 也都看看當事人提出的解釋是怎樣的 梁振英由北京返港後會見傳媒 說對於十多年前的事要再查一查 現在有一個不同的說法 我回去再了解一下 但重要的是什麼呢 重要的我承認那個玻璃盆和葡萄架 是僭建物因此要立刻插的 這個玻璃盆之前的木架是不是 你入住之後才能離開 這個人我回去我自己還要查一下 因為這是十多年前的事 另外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說 邀請完四名工程師和測量師到梁振英 預所視察 作出獨立專業的判斷 初步結論相信 停車位置底部的空間不是僭建 他們指車位入口結構長口200毫米 要在入火之後加建並不容易 也有危險性 這些都是在香港知名的建築界的人士 我不可以選擇性去用他們的結論 我自己知道那個車位下面的空間 不是我自己畫出來的 大家去過的傳媒也都知道 你不可能在一個已經建好的車位下面 去畫這麼多泥出來 事實上也沒有這樣的需要 另外一點在他這個聲明裏面也有說的 就是這個位置裏面是有電Fuse箱 亦都有控制在泳池和山坡周圍的射燈的時間制 這個也是不可能在我們搬進去之後 將電線去拉到那個位置的種種 請大家再詳細看一下 所有這些事情我都希望回應大家的查詢 是能夠有根據 所以明天我們會發另一個聲明 就是關於現場的說法 就是泳池和周圍的花園用地 是霸佔回來的 這個也是不可能的 對於右報道指 他住宅的泳池和花園是霸佔鄰居的空間 梁振英已經委託律師證實並沒有此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定聽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